典型的一个例子 但是最后面康盖清 我们回到康盖清 在胡耀邦下载上面 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 当时呢 也在讨论 这个胡耀邦的问题 是吧 那他这些问题 你总得要让大家知道吧 你总得要这个 要有一些主要领导 去找些领导去谈话 所以康盖清呢 他就主动担起这个灯 我去 那么这个 老太太主持拐棍 好 颤诚悠悠了 你想想总司令的夫人 尤其是在军队 那谁不是朱德的部下 全都是朱德的手下 老太太那一说起 胡耀邦说主要是 如果胡耀邦不下台的话 不下来的话 那会导致我们全党的覆没 导致我们全党会 会有危险 为什么 尤其是 胡耀邦搞这个全面西化 这全面西化 共产党全面西化 那就是共产党就完了 这样搞的话 这党就完了 整个党就完了 所以后来呢 这个胡耀邦的儿子呢 胡 胡德华 就说嘛 说这个 他爸爸 胡耀邦 是救国 救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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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呢 是救党 两个人的这个 思想思路不一样 一个是救党 一个是救国 救民 这个胡耀邦是救救国 这两个不同思想 那么当时呢 作为这些老干部 尤其老共产党 他们思想还是比较僵化的 他们就认为呢 如果我们要真的搞这个全面西化的话 那共产党就推翻了 基本上 共产党就 可能也许将来就走 走苏联路线了 当然那时候 苏联还没这么明显 就是那 那那那 那共产党就完蛋了 那那那 这怎么能行呢 这这间对不行 那么呢 当然了 这个具体的这些问题 也说 最主要的还是觉得 这个 胡耀邦的思想 跟党的思想 是完全的 背离了 背离了这个党的这个思想 再这么下去的话 那那中国就出大问题了 非就出大事了 而且呢 他已经出事了 就挤了很多例子 这个事 哪个事 就是新疆问题啊 刚才这个 环保问题啊 那新疆呢 那那那你闹不好 就新疆就独立了 说那个 那个讲话了 你你你这么搞的话 新疆这真可以 很可能独立 我们好不容易几十年 把新疆平定了 你怎么那么容易啊 那那那 那也是雪的代价 啊 现在一夜之间都回去了 那你说 说独立就独立的话 你还了得了这么搞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那么 讲了这些话呢 那些军队的一些 高层的领导 也觉得 哎呀 就是康克星也说的是 是对的 他们也认可 因为康克星 当然不能说别的事 他只要还是站在 党的立场 对吧 你你这这毁党 你就把整个党都被毁了 你这还了得了 简直 这这这 党都就就 就要下台了 国家就分裂了 这么搞下去 怎么能行啊 对不对 但是从这个角度去查 那那大家呢 第一这面子得给 第二说的有道理 大家说那得 拿下来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首先一个军队的干部 统一思想 那这首先就军队方面 已经统一思想了 就决定 那军队的那个高级的 这些头一统一思想了 那这这什么事都好办 那后来就就就就就 就不要帮你下台了 中共的语言脑啊 很多语言脑都是文化大革命 他们受到迫害啊 或者五十年再受到 这个被迫运化 但是一旦这个所谓的 改革开放初期 把他们平反了 那么一个一个光复原职 但是实际上 根据我的了解 很多人根本也不上班 也不管啥 就要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秘书去解决事情 我也经过一些语言脑 但是这些语言脑 比我想象的思想要僵化 他们非常的保守 而且毁死素的 讲很多事情 那么这些僵化的思想 是不是影响到了习近平呢 我说元老门的僵化思想 因为习近平也是非常的 对元老门很尊重的 根据我的了解 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他们思想真的不僵化 你得看怎么说 在下边的时候 一点都不僵化 他什么都明白 什么都清楚 清楚得很 但是一到说观验话的时候 马上就变脸了 马上就变脸了 这个我印象太深了 不关是他们啊 现在新的一代也一样 你在私下里头聊 谁不清楚 都清楚明白的很 哪里 谁还不知道民主行啊 都 这种症的放映 小诊 男人 都准了 到这种症的放映 是 我这种症的放映 这种症的放映